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摆个龙门阵 说一说,得理不饶人这句话 我们来分析这句话 我觉得得理不饶人这句话通常是用来阻止人们坚持原则 坚持讲道理,讨回公道 对吧,当两个人产冲突的时候 一方,比如说是受侵害方 要求加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就会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呢 或者这个加害方也会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呢 等于就想让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不了了之 不让你这个受害方得到相应的赔偿 甚至是赔礼道歉什么的 也就是说,要阻止一个公平公正的实现 这其实就是一种降纲思维 什么叫得理不饶人呢 只要你得了理,你就可以讲理 得理不饶人这句话经常被一些人用来阻止人们讲道理 阻止这个受害方讨回公道 然后就用得理不饶人这句话来阻碍他 这句话好像就是很正确的 你看你得了理你也得饶人呢 你得了理你不饶人你就不对啊 那什么叫得理不饶人呢 他也没有解释清楚 其实无非他就是不让这个受害方得到应有的公正的赔偿 或者赔礼道歉 或者要求这个加害方停止加害 他就是这个 这就是降纲思维的一种体现 就是活细泥 长得乱糟糟的 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对吧 一个真正的文明的社会 很少有人说这种话 因为这种话它就是阻碍公平公正的实现 我看很多中国人也不说这个话 所以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都喜欢说得理不饶人这句话 都不止都要实施这个禁止得理不饶人这种行为 我看不是的很多懂道理的中国人他是不接纳这个话的 所以我建议啊 喜欢动不动就说别人得理不饶人的这种人 你要分清楚 你要分清楚 你要分清楚什么时候得了理 应该饶人 什么时候得了理不应该饶人 就是你得了理之后 你已经得到了公平公正的 啊 补偿了 或者说赔偿之后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再追究这个 或者说你得到了公平公正的赔偿之后 你所做出的对加害者的谴责什么的 依然是在你权力范围内的 那就没关系啊 得理饶不饶人这个不重要 该不该饶 要看这个加害方做出的侵害情况是怎么样的 以及你所做出的赔偿足不足够 要以这个来衡量 而不能笼统的什么 你就不能让人得理不饶人 这就是降纲思维 这就是一种阻碍公平公正实现的一种观念 这就是一种愚昧 所以不要什么 相信什么 得了理也得饶人 那得看什么情况 总之一个衡量的标准 就是要恢复公平公正 让受害者得到公平公正的权力的救赎 而且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受害者 你也有权力要求 你的受损的权力得到 公平公正的救赎和补偿 你有权坚持这个 所以你不要害怕别人说你得理不饶人 你要勇